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在家里炒这种花菜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你只要记住这两点 就能轻轻轻松松 做出饭的大厨的味道 锅中水开 倒入花菜 加一勺盐 烫一分钟捞出杯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喝酸辣汤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非常酸辣开胃 嫩豆腐先切成丝 然后再切成片 名人不说暗话 麻烦你给我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去做起来吧 烫个十秒钟 然后再完全控干水 像我这么做 做法特别简单 非常的开胃爽口 挤干水分 这样才能够加的入味 被泡软 再均匀裹上玉米淀粉 油温五成热下锅 炸至定型熟醋捞出 锅流底油 感谢 洗干净的茄子 切成薄厚均匀的夹刀片 像这样全部给它塞买肉馅 我告诉你啊 平时咱们要是大鱼大肉吃腻了 你就做一 放入菠菜 焯烫两分钟 这样烫的菠菜 翠绿不变 胡萝卜丝烫两分钟 捞出来给它过凉 然后挤干水分 放入碗里